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高壽紹 相信有留意一下香港Youtube都知道阿豪SUNNY這位Youtuber 因為一個NFT 搞到現在成為過街老鼠 曾經的人氣Youtuber 變成人氣Youtuber 放棄的氣 SUNNY現在這樣的下場 靠學SUNNY 黏著SUNNY上位的巴士佬 都不會好得去哪 由於巴士佬過去這麼多年 跟SUNNY一起 還幫SUNNY做過事 所以SUNNY騙人 她絕對知道當中一些東西 以及共犯 因此有人想著訪問她 希望她說清楚SUNNY的東西 順便當是給她一個機會 跟SUNNY劃清界線 免得引起外界懷疑 她還跟SUNNY有關係 背後賺到錢 兩師徒齊齊分 SUNNY 我可不可以把你為師 她走過來 你不是應該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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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應該走過來 你怎麼走過來 你怎麼走過來 嘩師傅 我是大師兄 知道嗎 師傅師傅 我來看看你 你叫什麼名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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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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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 好 她這樣也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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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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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被巴士佬面 受日身公關催難影響 但是巴士佬不懂把握 拒絕了一個訪問 以為不出聲 就不會有事 但有些事情 不出聲更糟 當巴士佬拒絕訪問之後 引來更多人過來問她什麼事 為什麼不接受 作為Sunny首席徒 你應要就師傅這件事 發表一下 好了 這個時候Sunny徒就做些 跟師傅一樣的行為了 她師傅當時 面對一些不理自己的言論 就用滅聲方法處理 務求令到這些言論消失 我還好記得 Facebook有個 反身你都反得幾厲害的群組 突然無故遭受舉報而消失 搞到要開過 那巴士佬就刪除自己Youtube所有不理她的留言 封鎖一些用戶 來一個洗太平地 接著當然是引來好多人不滿 最激身你同時 最激她 打壓言論自由這個 真是好容易引發公關災難 但化件事都還好 出手打壓言論自由 就真是不行了 一句說完 現在巴士佬的留言區都幾精彩 因為她打壓言論自由這個巨洞 引來更多評擊她的留言 不過幸好 這些留言 目前還在 相信她知道自己玩出火 所以不搞這麼多事 只能算太遲了 當你有做過這些事 那就收不到科 人類為何總要犯同樣的錯呢 大大個SUNNY做人品 都還要學她的東西 果然好徒弟 連師傅的公關災難 都要學一份 準備Youtube生涯玩完 巴士佬公關災難 現在正式開始 最近SUNNY暫時還沒有消息 巴士佬在這段時間內 相信會得到很多網民關注 都是那句 不想報師傅後塵 真是不要不出聲 四位被D留言 找女朋友出來擋 而是要好好面對這件事 這樣才是正確知道 SUNNY是一個人版 一開始的時候 不認真面對爭議事件 你有你說 他有他繼續 那些盲粉不斷滑寒 最後就搞到這樣了